陳志全議員 宣傳期可不可以長一些呢? 投放的資源我沒有數字 即是選民登記運動 是年年都是差不多 還是會不會有一個決心 是投放多一些 想一次過做大一些 第三就是行貨宣傳 即是 都是在電視做過show 然後搞一些商場show API就 我18歲了,要登記做選民 這些而是欠缺一些 創意宣傳的策略 所以我們提出自動 成為選民 那就省了 局方就不去問這個責 因為不用選 他自己就已經 自動成為選民 當然我都支持 18歲自動的選民登記 即是自動有選民 投票選民這個身份 但如果不是退一步 那就是可不可以登記身份證的時候 即18歲的身份證的時候 同步處理呢? 即是讓他tick一tick 或者他簽一個名 簽一份 即是手續上是跟他做的 就可以生效了 那 回到關於地址地區的問題 因為現在我們的選舉 都是 無論區議會還是立法會 都是分區選舉 但是到2017年 特首選舉是不分區的 那麼我們可不可以 將這個選民資格 去給了個人 即是特首的選民資格 是自動給了他 如果他要再拿 即是如果他是新的 他自動拿到這個特首選民資格 他要再拿分區直選舉 或者區議會選舉的資格 他要再做一個確認 去再登記他的地址 那又行不行呢? 好,局長 我答了最後一個問題 然後其他 我請李主任去補充 好嗎? 去到普選特首的時候 那個選民登記的處理 我們現在都在做內部研究 我們也有參考其他國家 也都發覺有不同層次的要求 在一些地區或地方的選舉 小的選舉 是對那個居住的地區的要求 是比較嚴格一點 但是對一個行政首長 或者是政府首長 對他在哪個區處 那個選民的要求 是沒有那麼緊要的 最重要是他是不是國民身份 那樣 甚至有一些地方 是說那個選民 如果離開了國家 某個期限之內 他仍然都可以保留 這個投票的資格等等 我們現在都是在做內部 這方面研究 我們研究成數的時候 當然也都 在政策發展的諮詢裡面 可能都是其中一個 可以跟大家談 或者我們獨立出來 在這個事務方面談都可以 那個主要的考慮 正如陳志全議員所說 在一個選舉 普選行政長官的情況之下 對選民去過 住在哪一個區 那個的需要性 是低過選一個區議會 那個需要性在這裡 那麼這方面 我們會再做一個進一步的研究 其他那些宣傳青年人那一篇 我想問李主任 好 李主任 多謝主席 年輕人的登記率 其實都是一向我們關注的問題 剛才我說過 我們會嘗試多方面的途徑 剛才我說過 包括一些年輕人經常瀏覽的網站 或者他們用社交媒體 這方面 在這方面 我們會嘗試找多些新的途徑 其實近年來我們都開始有個探訪學校的計劃 我們會有些職員向那些高年班的中學做一些探訪 給我們一個託 介紹我們選舉的工作是怎樣的 希望到18歲時可以自願登記成為一個選民 至於宣傳方面 其實登記成為選民其實是一個週年的工作 整年都可以做的 所以我們歡迎在政黨也好 或者地區人也好 在地區裏面幫我們做這方面的宣傳 但是在中央方面來說 譬如我們在每一個非選舉聯 或非選舉聯 我們的宣傳如果是有效 一定要重點 即是變成在短時間裏面 加強這個宣傳力度 一般來說 譬如我們在每個週期裏面 我們那個宣傳的工作 大概都會在選民截止日期之前 那個半月裏面進行 譬如5月16號 譬如一個非區議會選舉聯 5月16號就是指示日期 通常我們就會在4月開始 就會進行這個宣傳工作 這個就有彈性的 我們會因應當時的情況 譬如將那個時間會退場 或者做一些調整 都可以的 至於那個宣傳的開始 其實我剛才說的 我們今年雖然是非選舉聯 我們都加大了力度 就是以往來講 我們非選舉聯的開支平均 每年大概是200多萬左右 但是今年我們就已經加到600萬 一個非選舉聯 如果是選舉聯為 其實那個經費是過了1000萬的 當然了 如果接下來 15至17年的週期 我們預計其實都是一個 一個重要一個 在我們政治發展 一個重要的階段 其實我們都會在這方面 的預算 再預多些少資源 在這方面 及早做多些宣傳 另外就是18歲那裏 18歲其實 現在我們和入境少務處 都有個協助的安排 我們在人事登記處那裏 其實每一個年輕人到18歲 要上去人事登記處 登記 拿身份證 其實我們那裏 已經是有一個 我們自己的職員 有一個櫃台那裏 就會邀請這些合資格 滿18歲的年輕人 即時填寫一個選民登記的申請 變了在這方面 其實都是我們一個主要 收到新的年輕人申請的主要來源 但是強制同步處理 有什麼難度 即立刻要他簽 或者要他選擇登記 這個就牽涉到我們兩個部門 因為其實那個人事登記 那個是另一個法庭 一個程序來的 那麼我們這裏 另外一個法庭 是否可以將兩個制度合併 剛才局長也有介紹 我們往後可以再花些功夫去思考一下 但是現時來說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法庭 就是一個程序來的 好